花联县选举委员会16号上午举行第19届县长候选人公办证件辩论会的录影 17号开始到25号会在县内的有线电视系统来播放 现任县长徐正会缺席而另外两位候选人 古拉斯·尤达卡还有黄诗鹏都感到很遗憾 古拉斯说位在花联国对于习正会缺席他感到遗憾 不过他不意外 花联县第19届县长候选人公办证件会16号上午 在花联县选举委员会办理 由于国民党候选人徐正会因为安排既定的选举行程 缺席了这场公办证件发表会 民进党县长候选人古拉斯表示 他参选并且参加证件发表会 重要的就是要以具体行动来体现自己是尊重民主的 现在徐正会大可以不要辩论 但是至少要一定要跟宪明说明 公办上面虽然有列举证件 但不是所有宪明都有义务要吞下所谓的五姓级陷阵 所有宪政都必须接受人民的检验和交代 所在的位置叫花联国 国里面当然没有辩论 所以徐县长终究是决定不参加证件发表会也好 或辩论会也好 其实或许我们并不意外 但是其实我们真正所在的位置 是在21世纪的花联县 我相信不参加辩论 连一个独立机关所举办的公办证件发表会 现任的县长都不出席 不对他的选民来说明他的证件是什么 以及未来四年他要做什么 这完全就是不在乎 也看不起花联县民 那在今天我认为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来参选 并且参加了这一场证件发表会 重要的就是要以具体的行动 来体现自己是尊重民主的 所以我当然选择来参加 对现任许政会缺席证件发表会 无党籍候选人黄生锋表示 可能是现任许政会真的太旺了 那至于习政会现任他缺席的话 我个人的看法是因为他实在是太旺了 因为照目前的情况看 他结局应该就是超大家想的那个方向在走 所以他缺席我也不解的意外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显民们有多进一步认识他 以及他如何来规划未来宪政的机会 这是我的看法 对付关起许正位夫妻党人 县长立委任劉党 黄世彭也引用美国宪法第22条修正表示 台湾应该进入地方制度法的改革 参考美国宪法第22条修正案 已经担任过两届首长人 不允许在隔一个任期再次参选 这样就可以避免行政等各项资源 都掌握在一人手上 而花莲县第19届现场候选人公办证件会 将在11月17号到11月25号 每天早上8点 下午2点和晚上8点三个时段 在回来有限电视台 东亚有限电视台第20频道播出 也请相亲按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